台湾獨船 哈囉!各位吃貨美食TV show 朋友大家好 我是吃貨謝哥 今天我們來到了桃園的大南市場 那我們是要來吃什麼呢 因為有一間店謝哥看到很多次 就一直很想要吃看看 這是一家 台灣獨傳 四川成都租家 百年傳承的黃金羊牛肉麵 我一直想吃吃看看到底什麼是黃金羊牛肉麵 那我們進去吃看看吧 走 這就是他們提供的免費酸菜嗎 吃起來很酸 但是有帶像是醋泡出來的 應該是自己發酵那麼多做的 清爽蠻好吃的 黃金羊牛肉麵 牛肉麵 切的是很厚很大塊喔 但是當時天空下這雲 在此的配派當綜合的避難 接著收取了新鮮 那已接受回收補償 一別新聞成績中的舒服 正後報告 試看看味道怎麼樣呢 先喝一口 它標榜不加鹽 不加位數 那也不加醬油 我不曉得行為從哪邊來 你看看喔 顏色這麼深啊 然後入口第一個感覺是什麼 鹽 它的甜好像是蔬菜 蔬菜裡面的甜 然後有豆瓣醬的香味 它這個麵 很有咬勁喔 它要吃自己手 拉麵呢 它就咬勁 它都沒有好多喔 牛腱弄到 這碗沒有好處 派到橋上 下 母車上坡 水頭上去 牛羊混合 綜合麵 吃一塊 羊肉喔 看它味道怎麼樣 牛肉是 可以耶 這個羊肉,說實話,我已經吃不太出他原來的羊肉味黃 但是不喪啦,不喪 然後他說沒加鹽,我信啊,因為吃的嘴巴不會乾,一點都不會 這個牛羊綜合麵,它的湯頭跟我的黃金鳥肉麵喝起來不太一樣,多了一股淡淡的羊肉味 蠻特別的 這個辣椒自製的,加一點就很辣,香味又很重,好吃 哇,東西我們就吃完了齁 確實是不錯吃齁,還沒吃之前就覺得價格有點偏高齁 但吃完之後發現它給的料啊,牛肉都很足齁 所以這個價格其實是OK的 那如果你住這附近啊,巴德大南市場附近啊,想要吃牛肉麵,羊肉麵的都可以過來試一下齁 那我們這一期的視頻就到這邊,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期視頻再見,掰掰 補充一點啊,它的湯喝完之後啊,嘴巴真的不會乾 然後完全沒有那種鹽啊還是什麼東西吃多的那種感覺齁 真的是還蠻天然的 好,再見